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都让我非常享受 三场比赛的对手都是强队 这是巧合吗 当然不是 比赛越关键 风险和刺激就越大 相应的 带给我的乐趣就越多 如果可能的话 想和哪个球员一起踢球 首先第一个 我国家队道向伯伯 然后是齐达内 我很幸运有他做我的教练 有时候齐达内会下场和我们一起踢球 他的油然令人印象深刻 我很想和他成为队友 第三个是 罗纳尔多纳扎里奥 梅西呢 作为对手 我很愿意 但不会作为队友 显然梅西是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之一 但我永远不会和他一起踢球 现在和C罗的关系怎么样 非常好 我们一起在马德里度过了梦幻班的六年 期间我们建立了友谊 互相尊重 虽然现在他离开了黄马 但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 偶尔互发短信 尽管有人会说不是这样的 但我们会一直维持良好的关系 除了你 还有哪五个球员 值得因球奖 罗纳内 格里兹万 穆巴佩 塞罗 还有梅西 关于三个法国人入团 考虑到今年是世界杯年 这很正常 罗纳内度过了一个伟大的赛季 拿了三个冠军 他的表现也令人印象深刻 穆巴佩是个非凡的天才 他让我们对足球界的未来有所憧憬 当然他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我记得我的队友苏巴西奇曾告诉我 有个在摩那个踢球的小伙子 将来成为世界最佳 而那会儿他还没什么名气 我敢保证他还会继续成长 当然 我也要谈到格里兹万 他会是三个法国人中 距离金球奖更近的那个 我们下集完 继续成长 当然只有二十五个了 我们下集完 继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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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成长